年过半百的阿公阿嬷将枪手压倒在地 等待警方到场 现场还有一把疑似胸弦掉落的刀子 惊险瞬间就发生在美国南加州 呈现的台湾长老教会 这起枪击案造成至少一丝无伤 死者郑医师为了制止嫌犯而遭枪击身亡 网友表示 我敢肯定这不是一个柔毅的选择 但他们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 是无私和爱的崇高行为 英雄超强的阿公阿嬷们 愿主保佑应有的郑医师及他的家人 蔡总统他已经指示了外交部对于本案的 这个受害的我国的侨民 还有我们的亲属相关亲属 要表达最诚挚的慰问跟哀悼 并且要全力用协助 蔡英文诚挚哀悼 AIT处长孙小雅 也代表美国政府表达高度哀悼之意 国民党强调 无论有任何政治意识形态 都不足以成为伤害他人的借口与理由 同样对这样的仇恨暴力 给予最严厉的谴责 68岁的嫌犯周文卫也遭人其地 具有全美合同会的背景 据了解全美合同会的上限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是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 不过目前人无法确定 这场攻击是个人行为或是组织背后的操控 不过拉斯维加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顾亚文 接受港媒中平社专访 及切割称周文卫在2019年下半年 就不是合同会的成员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豪 郑永如综合报道